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5年的《阿旺正传》中的仇女李孝 获得了多个奖项 甚至不知不觉被称为狐狸精专业户 演艺之路多少有点平淡 可说起来汤盈盈后来自身发生的事情 也多少影响了她的戏路 2008年汤盈盈被爆出 在拍戏空云时间当街遭壮汉当街掌锅 还被威胁 不要乱说话 汤盈盈和男助手皆被打伤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毫不知情原因 也并不认识该男子 汤盈盈这边委屈着 那边媒体却爆出 该男子受了2000元替人办事 有一种说法是 汤盈盈因炒股热来事端 但这一说法被她否认了 更指汤盈盈 是因为与圈外男友分手后 搭上了有夫之夫被教训 毕竟在港媒看来 此时与五名猛男玩通宵的汤盈盈 已经是喜不白了 紧接着 汤盈盈在同一年 还出了一宗丑闻 汤盈盈是出了名大爱喝酒 就连马国民都笑她 喝酒就发疯 也因为酒惹出了大事 2008年末 汤盈盈在西贡撞上一对 骑机车的男女 接受酒精测试后 超标四倍 涉嫌罪假被捕 撞人后 汤盈盈立刻上缴5000元 取保候审 还向圈内众多人士募集签名 力求在法庭上 能够以这张品格证人证书 来证明自己平时的人品良好 对社会有贡献 试图能够达到显形的结果 受最佳事件影响 汤盈盈的新剧角色也被换掉 而钱佳乐也立刻跳出来 为汤盈盈拧不平 表示她还年轻 会有很多机会 如果说最佳这种社会事件的影响 让她形象和声誉受损 那她和钱佳乐等人的绯闻 则是又让她陷入身败名裂 那时 港媒还称她为 放荡汤盈盈 2008年 汤盈盈还被多名港男习兄 摸屁股 但她对此笑说不介意 更是被指坐实了 放荡 虽然绯闻一片片 但汤盈盈 也就只承认过两个窘外男友 最终 在2008年被曝于大十岁的钱佳乐密会 才有了第三段情的曝出 而汤盈盈 是个地地道道的富二代 她的母语是英文 她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籍贯广东佛山 她的父亲在加拿大 运有多间连锁市自住餐馆 伯父是前香港 道孝林合会主席汤国华 母亲是全职妈妈 她自有得到良好教育和细心照顾 称得上是个白富美 汤盈盈是个外向也开朗的性格 19岁那年 她自信又青春 带着一身的阳光活力 报名参选加拿大蒙特利尔小姐夺得冠军 1995年 参选国际中华小姐 虽然没有夺冠 但被无限看好 同年加入无限第八期 议员训练班出道 和她同期毕业的是滕立明 姚盈盈 汤盈盈和姚盈盈 也一直是过心的姐妹 当年TVB真的是人才济济 1996年 汤盈盈毕业那年 TVB的 有天地男二 聊斋 西游记 新上海滩等大热剧集 女主的位置上 有蔡少芬 关永和 萱萱 张可怡 郭可盈 陈会山 老一辈的 郑玉玲 汪明权 还有参与竞争 周海妹 郭爱明 黎姿 等克林风骚 汤盈盈真是 除了跑龙套 没有其他用武之地 她的龙套 一跑就是五六年 好在 家境殷实 人年轻 学东西 比赚钱重要 她边拍戏边学 直到2001年 遇到 风神榜 琵琶精这个角色 汤盈盈眼活了琵琶精 相信当年 看过这部剧的观众 都会被她在戏中的表现 气得直咬牙 本来打几 已不是好东西 可是跟琵琶精 比起来 竟显得仙气飘飘 由于实在 太招人憎恨 琵琶精这个角色 还一度远超 温必侠扮演的苏达吉 成为风神榜 公认的第一女反派 汤盈盈也算是拥有了代表作 可是TVB总是这样 你擅长演狐狸精 以后狐狸精都归你演 你擅长演坏女人 你就是坏女人专业户 汤盈盈也没逃出这个魔咒 在坏女人和第三者的雷通角色里 她又浮沉三四年 香港人看电视剧的投入程度 历来令人震惊 他们会因为角色 感情线发展不符和心理预期 而大闹电视台 也会因为角色牵涂艺人 是阿旺新传 给了她翻身机会 那是她的第二个代表作 一口爆牙满脸雀斑的丑女 李美浩 她把这个角色完成得淋漓尽致 李美浩虽然外形不美好 但歌喉赛过黄英 心地善良 汤盈盈凭借这个突破性角色 拿到了当年的最佳女配角 脱离了小三专业户后 汤盈盈变成了 郭造师奶专业户 小三好歹还美貌 师奶TVB很是真的很 而后 TVB和二郎神钱佳乐 是在无敌蒋门人相属的 因为身材性感 汤盈盈几乎是蒋门人 半固定班底 主持人曾志伟经常对她开很大的玩笑 她也能自嘲一把兜回来 钱佳乐都看在眼里 2007年 钱佳乐结束了一场多次求婚 却始终未成正果的恋爱长炮 认识了32岁的汤盈盈 钱佳乐是香港电影界知名的动作替身和武术指导 不仅为功夫巨星成龙做个替身 更是受红金宝 袁彪等人无比欣赏的替身演员 两人刚开始约会 港媒就闻声而动 口风向来是 汤盈盈高攀钱佳乐 就连曾志伟也半开玩笑的说 想当佳乐嫂 下一世郎 那段时间不好过 心情低谷时 汤盈盈一次就后驾车商人 给她留下案底 她和钱佳乐在一起半年多了 媒体问她时 她都说只是朋友 汤盈盈和男性有人看电影 港媒狂拍照 只因对方身高很高 媒体就为她取名 翻白马德忠 还形容当时场面 汤盈盈如惊弓之鸟般冲向记者 并以身躯挡住记者的镜头 而翻白马德忠则趁混乱 拔腿狂奔 惨被撇下的汤盈盈 眼见奶友逃去无踪后 便转身向记者撒娇说 哎 好随呀 你吓到我朋友了 她是我加拿大的朋友 难得回来香港 就回来出来玩玩 现在搞得这样 媒体用词极不友好 汤盈盈也是交称几句就算了 观众员真的是玄学 有些人怎么做都有人爱 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 却总是被误解 你能做的只是见人事听天命 2012年钱佳乐获得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杰出演员大奖 同年她娶了汤盈盈 TVB经典狐狸精 嫁得有情郎 结婚后不久 汤盈盈就生下大女儿 两年后她又生了二女儿 她大量减产 以陪伴家人为重 家庭幸福的汤盈盈 向来喜欢小朋友 二女儿刚出生 她和钱佳乐在医院门口 接受采访时就放话 想生第三胎 生宝宝需要的底细 大家都懂 这和钱佳乐 近年发展顺利 是分不开的 2013年11月24日 凭借警匪片《车手》 获第49届 台湾电影鸡马奖 最佳动作设计奖 2015年 主演警匪剧 拆举专家 2016年 凭借警匪片《寒扎2》 被提名 第53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动作设计奖 汤盈盈 基本上只拍了《爱回家》 这套长剧 维持工作和曝光 她们这些年 换了好几次房子 越搬越富贵 汤盈盈 本身住惯 北角半山 与钱佳乐相恋后 为爱搬到钱佳乐 位于 匡湖居的住所同居 但外界传言 汤盈盈一直建议 李珊珊住过这道房子 她想住 北角豪宅 搬家原因在媒体口中 是因为钱佳乐 拍戏时与陈立强传出绯闻 惹汤盈盈不开心 她自知理亏 加上汤盈盈是大度 唯有凡事听老婆的 但夫妻俩对外都说 早就商量一致 买楼是为小朋友升学 不理外界传言 港媒是真的爱挑事 现在汤盈盈和钱佳乐 结婚都八年了 这对夫妻感情依旧很好 两年前 钱佳乐又买一套别墅给家人 香港楼价那么高 可见钱佳乐是真的 宠老婆爱女儿 今年TVB台性活动 汤盈盈没有出现 她现在更多会和TVB的 几个好姐妹一起 活动溜娃 她们是香港和和有名的亲魔女 她们自己叫七姐妹 成员有奢侈曼 梁静琪 汤盈盈 文宋贤 钟丽琪 周家卫 姚乐仪 梁静琪结婚 她们全员到齐 奢侈曼生日 也是全员到齐 就连姐妹的宝宝们过生日 大家也都要从各地赶过去 尽量参加 娱乐圈里 多的是塑料姐妹花 这几位TVB中生诞女星 能维持这么好的友谊 令人羡慕 梁静琪曾在社交媒体上 感性地留言 十年过去 无论人生高低 伴着我一起走过 多的你们不离不弃 有着你们的爱 我什么也不怕 我相信有你们 我每天也活得快乐 无言感激 这几位 除了奢侈曼 都已婚已遇 梁静琪甚至比年轻时候还漂亮 散发出浓浓的女人味 这颜值身材保养的也是没话说 钱珈乐55岁生日那天 汤盈盈上传了带领两个女儿 为她庆生的全家福 照片里一家四口甜甜蜜蜜 对于女儿 汤盈盈说 读书成绩不重要 最重要他们懂得享受人生 同对身边人好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 爸爸有能力 妈妈会持家 富上富随小宝宝们 在父母的庇护下 沐浴着爱长大 祝依一直幸福呀